种植荫花朔时要先拔土地整平 然后挖一个大坑 并在坑里施加适量有机肥作为积肥 将植株放入挖好的坑中 然后将它的根系向四周生长开来 最后填土鸭时 之后养护的时候要每隔8到10天为其消瘦一次 保持土壤微微湿润最好 种植荫花之前首先需要整地施肥 我们首先需要将土地整平 然后挖一个大坑出来 并在坑里面填入适量的有机肥作为积肥 这样可以让荫花有充足的养分来生长 注意需要把荫花种植在地势平坦和阳光充足的地方 不然它容易长势不良 将荫花放入挖好的坑中 然后将它的根系向四周生长开来 最后再填土 这个时候向上提一下荫花植株 使根系生长开 之后再把土壤轻轻压实即可 种植好后需要立即浇透水一次 然后还要用棍子将植株架好 以免它被大方吹倒 种植好荫花之后 还需要做好养护管理 之后要每隔8到10天为其浇水一次 保持土壤微微湿润 但是没有继续产生最好 为了防止樱花的树干干燥 我们可以用稻草把树干包裹起来 等到持住适应新环境后 再取下稻草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